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副科塾六波です 今日も新聞関連について 動画のメッセージをお送りしたいんですけども 信じるか信じないか 本当に見ていただく方に 任せるしかないかなと思います 日本の動画を続けて お届けしますのでご覧ください 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ちょっとずっとず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 じゃあ日本のストーリーを購入 それで日本のストーリーを購入 日本のストーリーを購入 日本で日本のストーリーに関わる だいはない 大きな人たちのストーリーを 黙祖の社会 私たちの全世界は 私たちの人と・・・ 私たちは私たちの中で 私たちが誰に行くけど 私たちの中で 私たちの中で 私たちが私たちが誰も言った 判几多年就能判几多年 律师都没有用的 有一个正义的律师都会关起来 他不会为正正而说话 因为他们有邪恶的政权压迫下 不能正正正的说话 我要告诉你们 一个人牺牲 两个人牺牲 革命肯定是有血有肉来牺牲 我想站出来 我暴露出来 我就要站出来 我就要牺牲 为我的父母 为我的家人 为我以后的后开 可以自由的生活 我发声 我也很危险 我也知道 但是我已经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 满院子的人在医院里面 没有病床 没有医药 CCTV讲的那个新闻 全部都是假的 全部 他们的吼声 他们的叫声 我看到了 我要发声 我要为我自己发声 我要为我武汉的人民发声 我要为中国动报发声 就是有养老金 他们想把这个养老金废掉 搞这件事情 这种邪恶的政权 我真的不想再住 真的不想再 沉默了 我要发声了 我要疯了 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出来 我现在站出来了 一定要反抗 一定要反抗啊 同胞们 不能再让他们宰割气呀 咱不能再可以这样了 为了下一代站起来 真的是站起来呀 很奇怪一个事儿 现在啊 都在家呆着 也没有车马路 也没有人 怎么还有雾霾呢 你说这雾霾哪来呢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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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何的絕對嗎 我是有看過的 這個又有看過的 這是什麼意思的 我們會再見